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不大讲话的 内心非常的就是内向的一个小女孩 对 我告诉你啊 而且这个小女孩经常会讲一些怪怪的话 她现在身上有个灵性 我告诉你 而且影响到她的脑子了 对不对啊 对 对 已经19年了 我告诉你啊 你必须赶紧给她念小房子 因为你打过胎 你打胎的孩子在她身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给她念 那我要怎么 念多少张呢 哎 要命啊 她怎么不知道的 嗯 我知道 我是一个刚学 刚学的 刚学的 都给你抽到号码了啊 那个这样吧 你这样 你先念21张小房子 好吧 每天大悲咒念49遍 心经念27遍 消灾吉祥神咒念49遍 然后 能不能放生 再许个愿 我再放生 许愿的话 我女儿身体好了 请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女儿身体好 我将怎么样怎么样 我至少要吃 不要吃活的海鲜 初一十五能不能吃素啊 能 只要联系我的女儿 我能 我听台长的话 我告诉你 你赶快把她超度掉 这女儿很多年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很可怜 她的脑子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不清楚 对 对 是这样的 有救 我告诉你 生命是没有危险的 现在台长看上去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如果你好好的念 她有个转机 不好的话 她彻底忘记 就是彻底就是什么都记不住了 听得懂吗 如果你这个一年半好好放生许愿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她一定有救 感谢台长 我一定照台长的做 我做梦都梦到台长打电话叫我带我女儿来 只有这个地方能够救我的女儿 对 这是法生台长 还要告诉你啊 你边上的小孩子也有问题 听得懂吗 你边上的小孩子啊 就是我的女儿 这就是女儿是吧 对 我还以为另外哪个小男孩子 就是呢 就是呢 好了 没什么问题了 台长 她平时不大讲话的 几乎不大讲话的 台长 给她加持一下 让她马上讲点话 好吧 你不要讲话啊 好 好 她叫什么名字啊 她以前的时候那个副口商是叫唐琴 你不要讲了 你不是女孩子 你把话筒放在她嘴边 你不要想 唐琴 唐琴 现在改名叫唐晓琳 谁都叫她晓琳了 小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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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不好 你能不能讲一句话啊 台长叫你讲话好吗 你讲话大家都开心了 你讲话大家都会鼓掌了 小明 好不好 讲吧 会不会讲话 讲吧 观世音菩萨来了 救你了 菩萨 谢谢台长 谢谢观世音菩萨 还有呢 台长 你看开心吗 你听不听台长的话呀 听不听台长话 有 谢谢台长感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没问题的 他有救了 好不好 谢谢台长 好好念经啊 好 谢谢感恩 感恩各位师兄 给我这个机会 感谢同修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